从前有个女仆 她经常趁主人家不注意偷溜出去玩 有一天 她在森林里玩的时候迷路了 她便四处乱走 想找条出路 走了半天都没走出去 急得在原地哭了起来 这时 旁边的树后走出一位老人 老人问她 你需要帮助吗 除了离开森林 其他的我都能帮你啊 那你能给我点吃了吗 我好饿 只见老人对着树一挥手 树就变成一滴的食物 小女孩吃饱喝足之后 又对老人说 我好累啊 要是有张床睡觉该多好 老人又对着另一棵树挥手 树变成了一张精美无比的床 她刚想感谢老人 却发现老人消失了 到了第二天 老人又出现了 她对小女孩说 你愿意替我办一件事吗 嗯 十分愿意 我带你到一间小屋 里面有个老夫人 不管她说什么 你都不要回答 在屋里找一个 样式最普通的戒指 拿到后回来找我 小女孩跟着老人来到屋前 进去之后 果然坐着个老夫人 老夫人见到小女孩并说 你好 我的孩子 小女孩没有搭理她 到处翻着了起来 老夫人走过来生气道 这是我的房子 不许你随便乱动 小女孩还是不理她 这时 小女孩发现她手上拿着个戒指 正准备偷偷溜走 小女孩便冲过去夺下 跑出了屋子 回到森林里把戒指交给老人 老人拿着戒指 竟变成一位帅气的王子 王子对小女孩说 我被那老巫婆下了诅咒 不仅变成了老人模样 还被困在这森林中 无法离去 只有拿到戒指 才能解除诅咒 我因为诅咒 进不了她的屋子 幸好有你在 你愿意跟我回城堡吗 小女孩羞涩点点头 我愿意 王子把小女孩带回了城堡 生活过得幸福又快乐